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选后警戒高层异动 高雄市警察局举行了新任分局长 大队长的交接典礼 由市长陈其迈主持兼交 那么这次呢一共是有十位的分局长 以及两位大队长调任异动 市长勉励警察同仁 尽忠职守 为市民守护家园 让高雄成为更安全的宜居城市 市长陈其迈一抵达市警局大礼堂 获得全体警官的热烈掌声 选后警戒高层异动 经过通盘考量 高雄市警察局共有十位分局长 以及两位大队长调动 并且由市长主持交接不达联礼 陈其迈致辞时 对于警察同仁辛劳 一再表达感谢及肯定 尤其过去一年 高雄市警方在犯罪防治上 也交出亮丽的成绩 去年也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但是治安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所以要持续的努力 尤其在去年的 不管是枪击案 应该是六都的第二低 在防治暴力犯罪的这部分 我们的成果也是六都第一 在各项的评比 不管是天下杂志 或者是新闻学会的调查 那我们都表现的进步的非常多 另外市长感谢警政单位 总统大选期间投入的新力及人力 面对农历年将至 他期许新任的分局长 大队长尽快熟悉辖区情况 务必让市民朋友平安过好年 扫毒打炸 还有防治街头暴力 弃毒等等 这些重大的治安事件 能够持续的 在进行 打击犯罪相关的工作 工作都必须持续的落实 期许我们所有的同仁 在执勤的过程里面 除了要展现我们执法的决心之外 我们警察同仁 照顾我们师傅也会更努力 那也希望说市民朋友 能够给予我们基层警察同仁 在治安工作上最大的一个支持 而对于这次警戒调动 市长给予高度肯定 期待在警民共同努力之下 守护高雄的治安 迎接各项挑战 让高雄成为安全宜居的城市